接下來就是那個愛考的提醒 音調 輕薄短小幾 這種題目超愛考 考過N遍 這邊有一個琵琶 用手按在甲 用手按在椅 然後去撥它 請問你 有何不同 有何不同 要撥有所謂的輕輕撥跟用力撥 它會改變什麼 然後按在甲去撥跟按在椅去撥 又會改變什麼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都一樣 所以你不管是按在甲按在椅 我們的聲數是一樣 所以選項A跟B都是錯的 然後按在甲的時候選比較長 按在椅的時候選比較短 同樣的材質越輕薄短小幾 音調越高 所以按在椅的時候比較短 所以音調會比較高 所以按在甲的時候比較長會比較低 所以答案選豬 那我剛才跟你講說有輕輕撥跟用力撥 那個所謂的改變誰啊 響度 改變響度 聲音的大小聲 這裡講的是改變的音調 按在甲按在改變音調 越輕薄短小幾 音調越高 現在是鞭中 現在是鞭鞭鞭鞭鞭鞭一敲他 我問你 誰的音調高 他有敲四次 敲三次 敲兩次 誰的音調高 小爱小女生 No.5 你说什么 你说猪敲一次 为什么猪的音调高 因为猪最短 猪最小 越轻薄短小紧 音调越高 那敲一次两次有差吗 没差 我们上课讲过 钢琴键 按一声 按两声 按三声 不会变成拉 所以就不用改变 这叫做所谓的特有频率 刚才复习讲共振的时候说 要频率一样 特有频率要相同 才会有所谓的共振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叫做 猪 钉最短最小 所以音调最高 然后这边有所谓的管子 这个管子吹气 这种题目有两种 改成四个杯子 然后或者四个柱子 然后里面灌水 还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用敲的 一种是用吹气的 那你就要看谁在震动 敲的时候谁在震动 轻薄短小紧 音调高 吹气的时候谁在震动 轻薄短小紧 音调高 那这一题呢是材质一样 筋度一样 长度不一样 往里面吹气 往里面吹气 震动谁 震动谁 谁音调高 刚才我嘴巴讲的是说管子 四个管子一样 双腹一样的水 然后一种敲的 一种吹的 问题音调谁到 意思都一样 先弄清楚谁震动 然后轻薄短小紧 音调高 音调高 谁咧 大的是什么人咧 这个应该叫什么男生对吗 是帅哥男对不对 帅哥男 二六 B 一 也一样吹气的时候是空气助振动 所以 你的空气助最短 音调会最高 音调最高 刚才嘴巴上讲的例子 四个管子一样 装不一样的水 一个是敲的 敲的话全部在震动 水装的越多就越重 越不容易震动 音调就越低 水装越少的就越会震动 轻薄短小紧 越轻 音调就越高 但是往里面吹气的时候是空气助在震动 水装的多空气助短 所以音调高 水装的少 空气助长 所以音调低 所以两个按正好相反 对 它是用敲的还是用吹的 反正不管是怎样 就是刚才讲过的重点 相同材质越轻薄短小紧 音调会越高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学会的事情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请做课后练习 谢谢大家